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支笔的话也是观众反馈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是说它是品牌是叫这个,还是是说叫那个水腰 那这支笔是那个题目也有写嘛,那个樱花山 那我今天刚那个献完雪可能做视频的效果不会特别好 那这个请大家不要太介意 那这支笔我前面已经拆过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是美好的 那但是我快递比较多啊,然后我当时把东西都扔到一个袋子 然后导致这个包装压了一下啊 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吧 那这个包装是这样子,有点发霉了 这个,呃,这个刚刚还真的没有注意到 那包装上面这里,你们看一下有一点点凹凸的这样子 应该能看清楚吧,有点凹凸的了 这个,这条缝还是能看到,那一个这个压印的一个处理 这边也有啊 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但是呃,就它的标签嘛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不像那个红点的一个港笔有写 过了哪一个车是哪一个标准呢 我还是喜欢那一种,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走表正规的一支笔 包装上面,呃,就第一个感觉包装比较贵 那个呢,还是喜欢普通的一个,然后打一下那个logo 那这样就可以了,也比较环保一点 因为贵,就是高级的包装嘛 那可能东西贵,那可以多一点了 但是如果不是太贵,我不太喜欢说一支笔吧 那个包装的,就成本投入太多 然后呢,这个我们先放一边去 那,但粉色包装很少女心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一支才这样子啊 好,然后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一支笔 它是有一个树,树丰的一个套,呃,一个的塑料套 但是呢,我就把那个给扔掉了不小心 因为我看的时候,然后把别的塑料袋一起扔了 那也没事 好,那整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基本上也挺硬的 当然,现在开完的时候就是,啊,浮云 只能这么讲 好,那我买的这一支我也忘了叫什么款式了 因为有些笔也做了一百多期了 真的不是太清楚,或者记得太,就是记得很牢固了 因为快分不清了 那,好,看一下这一边,那本身是非常透的 有点示范这样子的感觉 那笔尖的话也是能看到就是,呃,稍微头 但是没有像,呃,怎么说 它比较透,但是没有百利金M800的那支亮丽兰 就是06年的那个限量款 它比那一个要透,可能是白色吧 因为百利金的话好像是没出过这种浅色透明的一个笔感 好,那个整支笔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 还是一样的用我那日用的几支吧 也不能说日用了,其实日用是艾成的 但是那一支很少人有了,我就不放了 这几支比较常规的,呃,而且我用的还算是多的来对比吧 然后,因为我想我平常用的海运应该也,用的人也不是,不是特别多了 好,那这支笔,首先看一下那尺寸那基本上还是一样非常完美的146 那基本上都是看它的,基本上都是参考它的 那笔的大小上面来看的话,反正就是,嗯,几乎一样 那唯一的一个小差别的话,哇,这个我先放一边吧 那,轻度来讲的话,我的M2053的墨,那其实应该这两支跟的一个重量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一支是刚上完,昨天才上完,上满的还是 那可能是加了墨水重量的时候会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呃,但是它这个是那个,嗯,吸墨器版本的,这里能透出来 但所以说我觉得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总体来讲整支比还是偏轻的 那,跟146,万宝容146来比的话,那明显就成多了这一支 但是不会说跟那种金属感一样,就是差别那么大 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外观上面尺寸那,几乎一样了,也没什么好讲 唯独要讲的地方在于这里,这个地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这个地方的话,能看到万宝容这里是凸一点的,那它这一支苹果 另外呢,这一支146,你看这里是收,然后这里是最胖的位置,这里在收 那很多比的话,国产比的话,我看到都是这样子直直的过去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模具的问题,还是说是车销的问题 因为万宝容这一支的话,应该是,它应该是模具开的 然后我估计是不是这样子上下开的话,它就是分模线在这里,这样子去开 应该因为它不会用车销吧,我觉得万宝容的话,可能是说 靠用模,最后车销去圆滑一下,把那些毛边什么的毛皮给清掉 那这一支这种的话,我就不确定它是怎么制造的 不知道是不是模具,其实开模式在前面,然后就这个地方去开 那万宝容那次,我感觉应该是在中间的地方去开 所以它能做一个这样子的弧线,就最胖的位置在这 那像这支最胖的位置在这里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讲了 样式的上面就是见仁见智了 你们觉得好看,那就好看,对吧 我是没什么差别了 如果真的要再对比的话,就是我另外一支已经束缝了的一支艾成的话 跟它的金色来对比了 艾成这一支的话,它是镀金上去的,那这一支应该是电镀的 那差别应该在这里,但是现在看这个金色的话,其实也 不是有很大差别了,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对比的话,可能是只能说通过它的反光来对比 那像这个的话,它的一个过度,你看这里黑黑的,它就没那么锐利 那像艾成这一种的话,就比比较高级 它的过度相对来讲会比较锐利一点 主要看反光,如果是金属色 那再下来比,悬开一下,有点不是很滑顺,拿这里 听到吗,这个 那跟那价格上面,我们当然这有差别了,但还是一样对比一下 你这一四六的话就是很顺 那正常转的话就是一圈嘛,两圈出来 那主要有经验的比基本上都是两圈左右 那很少会到三圈,可能两圈半最多了 那像这一支的话就是应该也是两圈了 这个笔,对,两圈,但是有点 有点卡,可能精度不是特别好的 这个,但这个小问题的不影响用 反而笔尖上面是挺好评的,反正挺漂亮的一个笔尖 我觉得透明的笔尖,这个就是反正也是很现场的一个笔尖样式 笔尖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也挺漂亮的 但尖来讲也不大不小吧 应该是26号尖的大小吧 那反正它如果是拿这个来做标准 那我就拿一支原版的来做标准吧 那笔尖上面能不能看到也是差不多了 打磨方式那就不对比了,也很难去对比 因为太多种了 笔尖上面一握那它偏细 我觉得有点偏细 我的手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是M800是刚刚好的手的话 那就有点小 但是它毕竟为什么说它细了 因为它第一个它不是一个细笔 如果是说它是它是细笔的 那我觉得这块细我能接受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笔尖的这个地方是偏长的 因为我个人握笔其实是握比较高的 那平常钢笔设计的话它是握的比较浅 那我握的比较厚 我通常是握到快螺纹的地方的 我是这么去写 那所以呢就是 呃对我来讲的话这支笔还是有点偏小了 就是以它这个形体设计来讲 但这个其实也很难为一条也正常啊 另外就就是再看一下它这个的上摸器 那这个摸上去就没什么声音 但是你能留起来能感觉到那个密封圈 那唯一担心的是像我末家那一支的话有个问题 就是它那个密封圈吗 基本上一连 不是那个就是撕裂了 然后就是缓掉了 那这个的质量 呃我这支笔应该做完视频应该也是打入冷宫了 那就没办法说做一个长期书写 而且这么多只也没办法 只能看到你们观众的一个反馈 到时候再跟我讲这样子 那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收回去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的一个效果是如何 笔尖笔尖 来还是一样的 来我们的一个放大镜 然后来看一下啊 好 那这样子 今天的阳光比较好 非常的不错 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你们来 哎呀可以 应该能看到吧 今天阳光不是很刺眼 那我也能看到屏幕了 应该效果还好一点 好 看到这个笔尖呢 那我转一下给大家看 上面的压缝什么的也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也没有什么毛坯什么的 呃好 那我们看一下 来来来这里啊 转一下 来看到了这只对吧 那这里那中间的地方那个小圈的话 它是有点微微的也没有啊 就是一个源头的打磨 但是不是不是有点不平啊 是不是一个光的原因呢 嗯应该也不会吧 现在平空应该也是相当的好啊 也没事 好 然后再下来大概就这样子了 我转完一圈 好 那就大概这样子 我们先去上下墨 好吧 那上下墨的话就是拿错东西不好意思 因为我桌面其实就是我的桌子现在整个空间嘛 其实这里 然后再往外一点点 你你到外面其实还能看到我手掌 那基本上就这样子 就这个桌面就这么小 来来来 这个 旋开那上墨还是一样 嗯好像没上到 嗯 两两回了 奇怪 啊有了有了 我就奇怪 怎么会上不到了 好一样的 但这个 还是有点紧呢 那小我现在 噢 有点看到了 就是比较容易手滑 擦一下这支笔吧 OK 那希望不要弄到手 但也没关系了 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可以我先把这个给收一下 那还是要灌的我们的一个追喝饼的一个墨水 有阳光了 我墨水就尽量不要放到阳光的 我就放这边吧 因为不太想阳光打到 但是没有阳光的话比的也不是很好看啊 还是一样那个我们书写一下 那麻烦告诉我一下就是它是品牌是叫项鱼呢 还是什么我现在先写我就写这个吧好吧 ok好了那我们已经写完了 那这个笔尖感觉书写感觉也是不错的 它这个尖你能感觉到它比较薄 然后听一下声音吧 就是它是不刮纸 但是有点像一个像这样子 然后但是不尖它这里有点圆 然后这样子往上的这样子写的一个感觉 那不像是一根针这样子挑的 没有那样子一个感觉 那就是有点不是特别尖的这样子在上面刮 那反正就是有点像永生的一个618还是619的那只按肩的一个手感 那手感来讲的话没有沙沙的那种感觉 那我个人写中文是喜欢用沙沙的 英文是喜欢用滑的 那笔尖上面数字也是可以的 那粗细我这一只应该是EF尖 对对的EF尖那EF尖的话应该是0.38吗 那反正就是会显得比上面会显得比下面细 那粗细的话也是ok 空墨也是非常精准也是很中性 那主要看就是外观你喜不喜欢呢 那这一只笔的话就是也是正常的 没什么说很大的特色了 笔家上面也是很紧笔家基本上是装饰了 那是大概这样子的 需要的就暂停看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讲回去这个笔 那笔的话大概就差不多这样 那总体来讲的话就是用没有问题 就是看外观你喜不喜欢 那快速书写什么的也是ok 因为它肩表硬那适合快速书写 那总体就这样子了 那有什么问题的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我可以帮你拉到那个钢笔群这样子 或者我有什么讲漏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特别是这个东西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